亚安地震灾后6天 一名来自四川亚安庐山的大学生 通过微博将亚安乡镇灾区的真实情况 发布在网络上 他表示不同于物资相对丰富的县城 地处偏僻乡镇的灾民现在大多是自救 和大陆媒体报道的所谓救灾物资充裕是两回事 这名大学生在微博上写道 自己是地道的庐山人 地震中家人都平安 听新闻里头说 救灾物质和帐篷很充裕 我松了口气 但是当听到及看到朋友家人发来的照片时 我寒心了 这名大学生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发牢骚说 报道的那么好听 但事实呢 一厢方面面几十个人抢 帐篷呢 根本不够用 敢问那么多救灾物资去哪里了 都是在自救 一个家里有宝宝的朋友去县城领救灾物质 发现已经被县城里的领导内部分光了 目前很多离县城几公里的乡镇灾民 没吃没喝没住 晚上连个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有的一大家子两天只发了一瓶水 而县城牛奶每人一箱 一天一瓶矿电水 一和父母妹妹嘛 昨天还发了 一和人半的大米嘛 我就是因为这个感到不满意嘛 我们也守在 都没有一个地方进来 4月20号 四川亚安发生七级地震 当局在事发后 拒绝接受外援救助 更动用国保和警察 拦截运载救灾物资 赶赴灾区的民间力量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 李志远采访报道